好大的火越来越猛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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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陆陆陆陆陆的摩托车 白白唱百分之九十的摩托车都该往载起来了 现在去摩托帮的碗里打工啊 全是他们在往山上送的和气 和得了 这山上人气都气不到 这是2022年重庆特大山火的真实影响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火 数万人组成人墙将山火死死抵住 这其中有消防员 有志愿者 还有许多十几岁的魔徒少年 最终用18天将铺天盖地的山火成功扑灭 演得世界各国网友惊呼不可能 要知道当初澳大利亚的山火烧了整整六个月 澳洲三分之一的国土都处于农业覆盖之下 美国加州山火更是让消防员直接放弃救援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在六天内扑灭山火呢 之所以能完成这一奇迹 主要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完结之心 2022年8月 川渝地区频繁出现高温 特别是重庆 几乎每天都在40度以上 本就多山的重庆 随时都面临着山火爆发的威胁 8月17日 福陵北山坪突发山火 幸运的是 经过11小时的扑救 得到了有效控制 然而第二天傍晚的时候 山火又突然复燃 就在此时 南川区多地也突然发生了山火 尤其是北辈的山火 竟然不断蔓延 一直烧到了禁云山 这个禁云山可不简单 不仅是4A级景区 还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山上有着大量的珍稀植被和保护动物 一旦山火蔓延到这里 后果将无法想象 对于这次火刑 重庆市消防局紧急抽调了 全市所有的消防员 然而对于铺天盖地的大火来说 依旧是杯水车薪 根本没法阻拦 眼看着大火已经朝着禁云山扑来 重庆市的普通民众们炸了出来 他们开始自发地组织救援 随着重庆雄起的口号响起 越来越多的人赶了过来 山脚下人头散动 纷纷拿着灭火七彩 准备冲上山 跟消防员定见作战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 有关人员大声地喊着 你娃娃不上 20岁以下的不上 这些人留在山脚下运送物资 然而此刻面对熊熊烈火 没有一个人害怕 没有一个人退缩 许多人冲上前说着 让我上山 我当过兵 让我上山 我是党员 与此同时 还有很多人送来了各种物资 其中包括食物和水 帐篷和睡袋 有人甚至把冰箱都拉了过来 在场的外国人 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傻眼了 发生火灾 不是应该赶紧收拾东西跑吗 怎么那么多人 要往火坑里跳 难道这就是 中国人民的团结吗 然而就在众人 准备上山救火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静云山上下的落差非常大 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60度 并且山路崎岖难走 最窄的地方 人都很难通行 更别说消防车这种大型车辆了 难道要靠人力 往上送物资吗 就在众人 鼓思冥想 解决办法的时候 四面八方 突然传出了无数摩托车的声音 仔细一看 竟然是一只摩托大军 那些曾经骑着摩托 炸击的小青年们 在看到了重庆山火的消息后 立马拉张了朋友来救火 这些人最大的只有二十几岁 最小的还没有成年 此时 他们穿着背心和拖鞋 身上还背着一个竹篓 骑手们表示 他们可以运送物资上山 也可以把消防员送上去 看着这些人倾诉的面孔 消防员们建议他们 还是留在山下比较好 因为这一路可十分不好走 都说上刀山下火海 前方就是火海 但这些小青年 没有一个害怕的 眼看着火情那么严重 消防员同意了他们上山 之后 小青年们载着消防员们 朝着山上飞奔而去 这可能是消防员们 第一次坐着摩托去救火 运送完消防员 摩托车骑手们 没有停息片刻 立马就背起了竹篓 开始往火线上送物资 据说当时在一线灭火的消防员们 就连雪糕都能吃上 但大火却还在不停蔓延 重庆万人扑救山火的视频 在外网上爆火 外国人搞不懂 为什么中国人 在自然灾害面前 能那么团结 面对铺天盖地的烈火 竟然有数万人 自发前往前线 触起了一道人墙 要知道澳洲山火 整整烧了六个月 都没能扑灭 美国加州山火 让消防员直接放弃了救援 但中国重庆的山火 为什么在八天内就被扑灭了呢 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来看看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山火发生后 消防车开不上去 群众就骑着摩托车 将消防员送上去 没有物资 无数人出来捐钱捐物 还有很多的人 自发地在山上山下运送物资 他们没有报酬 没有奖章 心中却有着一个共同的想法 那就是保护家园 这些人不是专业的消防员 他们有些是出租车司机 有些是外卖小哥 有的甚至还在上学 但是面对山火 他们义无反护地冲着上学 很多老外看到这一幕 心里都有一个问题 这些人难道不怕吗 当然怕 但是他们更怕自己的家园被毁 怕自己的亲人受到伤害 当时经过几个周夜的救援 许多人已经累得不行了 骑着车几乎都能睡着 当志愿者 让这些小青年们休息的时候 他们却说不用休息 要尽快把火给扑灭 只有摩托车没油了 或者发动机过热了 他们才会休息一会儿 很多人都说 零零后是垮掉的一旦 但是这场山火中 零零后们炸了出来 其中有一个叫龙麻子的人 他是一名外卖骑手 当时听到着火的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 不断地往山上运送灭火器 冰水和食物 整整两天两夜都没闭过眼 只要有上山的任务 他始终冲在最前面 当时已经劳累了两三天的龙麻子 本该去休息了 结果得知山上的交方员 还有上百人没饭吃的时候 他又背起猪笼 装满食物和水冲进了山林 结果这一趟下来 让他刚入手不久的摩托车 彻底报废了 这是他省吃俭用 攒了两三个月工资才买的 但是为了救火 他无怨无悔 在第二天 龙麻子又带着自己 另一辆越野摩托车 来到了火线帮忙 之后由于身体的劳累到了极点 为了保持头脑的清醒 他只能往头上浇冰水来缓解 而这一幕传到网上之后 让无数网友为之落泪 据不完全统计 仅龙麻子一个人 在这几天中 一共上山下山了三百多个来回 当时记者都忍不住问他 为何要如此拼命 龙麻子在此时说出了犀利话 原来因为他小时候十分叛逆 上学上到一半就辍学了 之后去送外卖 亲戚朋友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 说他是彻底废了 所以这一次他就想证明自己 自己只是学习不好 而不是人不好 只要哪里有需要 他就会站出来 在这次众多救火的志愿者中 像龙麻子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没有交通工具的 就靠着双腿将物资搬到山上 从山脚到火场的方向 被众人直接踩出了一条道路 当时的山上 一边是熊熊烈火 一边是众人的头灯 重庆人民用身体 筑成了一条防火长城 最终用18天 铺天盖地的山火 被我们成功扑灭 这一次让西方国家 彻底见识到了 中国人民的团结之心 见识到了中国的实力 最让人感动的是 在大火扑灭后 竟然没有人留下自己的名字 这些上山救火的英雄 小屋生气的就走了 外国人对此更是震惊无比 怎么会有人不图名不图利呢 反观他们就真的是差太远了 为什么重庆山火只烧了八天 而澳洲山火却整整烧了六多月 造成这巨大差距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人民的团结 中国在面对山火时 无数人民自发冲向火线 与消防员并肩作战 劈了命的救火 而澳洲这边就是 势不关己高高挂起 2019年9月 澳大利亚东南部爆发山火 大火持续卖延了六个月 近六百万公顷的土地被烧毁 这是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三个北京和十个上海 共计烧毁了两千多所房屋 和五亿多动物 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呢 要知道澳大利亚 可是掌握着世界上最好的消防技术 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火海时 他们就派出去了不到一百名消防员 并且这些消防员灭火就跟上班一样 工作八小时之后 直接撤退回家 民众们看见大火 也没有人敢去抢救 纷纷收拾东西跑路 并且在大火蔓延的时候 澳大利亚政府和消防员 竟然还正常休假 欢度圣诞节 就像我们的一句老话说的 个人自扫门前雪 不管他人拔上霜 而这也使得他们 错过了最佳的灭火时机 最终大火蔓延而下 直逼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悉尼 让人没想到的是 澳洲政府在这时 竟然还在筹备悉尼新年的烟花表演 重庆山火是一边火海 一边人强 澳大利亚则是一边火海 一边在放烟花庆祝 灾区群众们一片哀嚎的时候 悉尼市民正在庆祝新年的到来 最离谱的还是 当时澳大利亚的总理穆里森 火灾还没控制住 他先跟家人去夏威夷度假了 面对采访的时候 他还义正言辞地说 休假早就安排好了 显然他的假期 可比澳洲人民的生命财产 要重要多了 最终这场大火烧了六个多月 才停息下来 反观中国这边 我们来看看 三十多年前的大西安岭火灾 大西安岭 大家都知道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原始森林 共计2500万公顷 如果像澳大利亚一样 当甩手掌柜 不出一个月的时间 这里就会变成废墟 那么当时中国是怎么做的呢 1987年 中国消防技术还十分落后 但是政府在得知火禽后 第一时间就调集了近6万的军警 前往火灾一线 当时还有无数的民众自发前往一些灭火 这其中还有许多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那时候哪有什么灭火器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拿着树枝去扑灭火苗 由于没有专业的装备 不少年轻人牺牲在了火海中 但是没有一个人退缩 最终历时28天 大火成功被扑灭 可我们也牺牲了200多名消防员 当时很多外国人都不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消防员如此潜伏后继 这是因为我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好